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袁冰岩拍戏曾被导演凶 如今闯出自己的路 近日 随着《祝清好》这部剧的热播 袁冰岩也成为了近期的热剧演员 又是一部古装剧 袁冰岩也是分外用心 不管是营业还是参与各种活动 他都在积极地为这部剧努力 据剧中的男主角郑叶成所说 他知道这部《祝清好》对于袁冰岩来说很重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也希望剧能被喜欢 大家都变得更好 《祝清好》是袁冰岩跟郑叶成主演的古装剧 两人在戏中的恋爱也是十分的甜 在剧播的时候 他们也会拍些情侣大片 这一系列都是演员为剧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吧 因为这部剧 郑叶成的人气也提升了不少 甚至已经被考古到很多搞笑的视频 这或许就是跟新鲜搭档合作的效果吧 袁冰岩也很感谢郑叶成 两人合作挺愉快的 在《祝清好》热播的时候 袁冰岩也是谈到了自己的演员之路 原来他在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因为挡住镜头而被导演凶 新人演员 好龙套时期 很多演员都有经历过这些吧 不过 袁冰岩并不是记恨这些 反而希望以后再次合作的时候 当时的导演可以看到他的成长 这样的心态果然是大度又很有上进心呢 从跑龙套到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袁冰岩终于等到了 据他所说 以前没戏的时候 他会自己坐车去片场学习 去累积经验 这就是主动出击呀 有困难不是选择逃避 反而迎难而上 只有去面对了 才有可能做到更好 没有人的成功是天生的吧 背后的付出只有自己知道 袁冰岩真正红起来 应该是从《琉璃》这部剧开始的 接着他又继续拍了几部古装剧 除了这部跟正夜城合作的 《祝清好》之外 还有跟中汉梁合作的 《青城易清欢》等 相信到时候播出 也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追剧体验吧 如今的袁冰岩更注重事业的发展 也知道机会难得 他会很努力地去拍戏 希望可以得到观众的喜爱 有时候演员火了一部剧 其他的剧找上门就会相对类似 作为演员选择的空间又不是很大 袁冰岩似乎都在拍古装剧居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拍一些现代题材的剧呢 希望他可以遇到不错的剧本 多拍一些好作品吧 最后 喜欢袁冰岩的观众记得去看《祝清好》呀 的结局 大家会想要不要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